為什麼我需要你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我身邊 阿不就還好我不是外國人 不然現在就算同婚通過了 還是很多外國人因此不能結婚 我就知道我毛不光 一國戀情的遠距離考驗 欸 我不要分手 怎麼了 你在幹嘛 塔羅牌說 你這次回新加坡你就會跟我分手 還會破裂 我要跟你結婚啦 我也想跟你結婚啊 真的啊 可是要等到我的國家通過同婚才可以啊 那我知道了 我來算一下 什麼時候通過同婚 喂 喂 寶貝 你有沒有想我 當然有啊 你說回去第七天了 每天都要想你 好想趕快見張了 那你現在不用想我了 為什麼 我現在在你家門口啊 呵呵呵 蛤 傑士銘 你這幾天 有沒有偷偷自己來 你問這個幹嘛 沒有啊 就想說 你有沒有想的跟我一樣啊 想要一起 是可以啊 這麼勉強啊 那我 魅惑你囉 開始囉 明天我就要回新加坡了 你有沒有想我啊 我不會想你啊 嗯 怎麼可以這樣 你不懂啊 因為我已經理定好了 異定同行的計劃 你知道什麼嗎 什麼計劃 就是我們約好一個時間 一二三 一起追劇 開始視訊一起討論啊 吃飯的時候也可以啊 我們開始視訊一起吃飯 像不像 住在一起啊 我們的寶寶怎麼這麼早說我們出去 因為我是你的 戀愛小天才 寶貝 你在幹嘛 等一下要跟你一起回國啊 蛤 我不想要一個人在台灣 不要鬧了啦 不管 要嘛就一起走 要嘛就分手 自己決定啊 當初不是討論過了嗎 只要一有空 就當空中飛人 這樣還不夠嗎 不夠啊 你就是要把我打包帶走 嗯 我先進去了 嗯 早安 安 今天變天 我又變 顧名而樂 咕咕 奇怪 明明兩個小時間有上限啊 你都不回 他是不是對我沒感覺了 會不會不愛我了 阿貝 嗯 光明好一點了沒有 有沒有吃藥 還沒有啊 嗯 因為都沒有人關心我 好啦你乖乖啦 趕快吃藥 我看著你吃 嗯 好啦 那我乖乖去吃藥 嗯 明天我要回新加坡了 要好好照顧自己喔 會啦 那你答應我一些事好不好 嗯 你說 每天早上呢跟我說早安 中午聊天說午安 然後細訓一天一次一小時 然後說想我 嗯 兩座晚點好了 說兩次 嗯 嗯 就這樣 我又還沒說完 這十分之一而已 十分之一 對啊我這邊寫了一百零八字喔 我去國安念書這兩年 嗯 在台灣要乖乖都 會啊 那你 嗯 趕快簽一簽 這是什麼啊 結婚證書啊 有合約才有保障嘛 阿不就還好我不是外國人 嗯 不然現在就算同婚通過了 還是很多外國人因此不能結婚耶 不要岔開話題啦 趕快簽啦 好 賣身子 喂 我跟你說 你整天去哪 我 我在家 哼 明明早上去了動物園 中路遊去牛排拐廈 下午去看電影 晚上還跑一酒吧 你說啊 你是不是跟別人約會啊 蛤 蛤什麼蛤 我在你手機裝了定位系統 隨時去哪都知道 你說謊啊你 我手機掉了啦 你剛剛都不聽我說 你追裝到底是小偷喔 喔 回去之後會覺得很香 唉唷 你乖啦 七月的時候我必新加坡找你啊 十月我們開始去日子 你掛免換你來台灣找我 上談戀愛好啥 你待在台灣就去多了吧 我都想要天天在你身邊 寶貝 你不知道有點距離 才是最佳的推行機嗎 小別勝訓婚嘛 拜 雖然現在台灣的法律了 所以還不能讓我們結婚 但你要相信 我是真的愛你 那你趕快入籍台灣嘛 變成台灣人之後 我們就能結婚啦 難道我愛你的心 還不夠證明一切嗎 愛情不是修飄飄承諾 我需要的是實在的擁有 如果我不能實施 各擁有你的人 那至少我要擁有 完整的 踏實的 未來計劃 為什麼我需要你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我身邊 我就是你的陽光空氣水 你沒有察覺的時候 我都無所不在在你身邊 可是我想你抱抱我啊 感受一下你的溫度啊 我的體溫裡有你 你的體溫裡有我 你抱自己你就等於抱我嗎 你說這些廢話 是不是想跟我分手啊 我沒有啊 我那麼愛你 我的愛隨著距離等比增加 吃飯的時候可以 你開始實訊 我開始實習 我會不會再一個啊 我先進去了 蛤 你 好 再見 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If you like this video LOCK and share 訂閱加分享 請幫我按讚 請幫你按讚